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病毒学我们不是很那个 昨天在推特上有一段视频很短 人们那段视频 因为猴豆现在在全球呢 在WHO给列出叫紧急状态 美国也把它列为紧急状态 我自己觉得都很滑稽 但是应该是一个英国还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医生 他在推特上转了一段视频 那没有封啊 那真的他也没有封 我觉得现在有点 我给我感觉有点乱 真的有点乱 那也就是原来所密封的有关疫苗啊 病毒的一切呢 现在就是漏洞百出了 美国CDC 就是美国疾病 叫什么疾病控制中心呢 在连续的被人揭秘撒谎 瞎说撒谎 在连续的被揭秘 但是大媒体都没有报 我当时看他的故事呢 因为他引用了太多的一些文件资料 就是专业文件资料 看不懂 这个看不懂 因为你 其实很简单 你陈述这个故事 当时他怎么答 他怎么答就行 但写文章的人呢 在Just the News他拿到了很多资料 而且去采访一些专业的医生 其实他是为了能够表示 他的东西是真的 但是给我感觉呢 就是他不具有普遍性 所以这跟媒体的素养有关系 所以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有难度 他专业性太强了 结果昨天那段视频是个女医生 他就说呢 猴豆是病毒跟疫苗相互作用产生的新的病毒 他真的是这么说 但这个说 因为他们都是冠状病毒 猴豆的一个很大原因 也跟带状炮 大概跟带状炮诊很有关系 那带状炮诊是病毒 那跟现在我看到中共病毒 他都有 就是把兄弟 不叫把兄弟 似乎没出五福之间的关系 就是表兄弟 表姐妹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在有关我们看到的病毒的状况 很乱 给我最大的感觉很乱 在整个新闻的讨论当中 也是很乱 就是张三说张三李四说李四 在政府当中 西方的政府当中 已经没有力量 就是没有精力 没有力量再去管这事 他们曾经借助强行推出了几十亿支疫苗之后 是不是有上百亿支 然后这件事情就这么回事了 我觉得挺悲剧的 为什么挺悲剧的 我不知道一支疫苗有多少钱 他如果上到了200亿支 他才几千万美元 你知道几千万美元 阿里巴巴曾经价值2000亿美元 对不对 苹果公司价值1万亿美元 超过了1万亿美元 那今天的政客 左派的政客 和大工科技公司竭尽全力 在全世界的人上 把全世界的人当成客户 他才搜刮了三千万 三千亿 四千亿 人家说涛哥你说的啥意思 疯了 就是政客疯了 这些权力者疯了 他们穷疯了 我说的是这意思 穷疯了 这个账就算过来了 对不对 恒大当初值多少亿美元 你今天你看看 这个这个这个 辉瑞他的整个股票 值多少亿美元 穷疯了 在整个市场的 就是政治 在经济经营 商业经营上 弄不着钱了 那他为什么这么干 是因为权力者 可以从中拿到钱 在乌克兰 乌克兰地方政府的 很多官员 很多市长 在反今天的左伦斯基 要求左伦斯基 把外国拿到的援助 是由他们自己 地方政府来分发 而不是被联邦政府控制 被你左伦斯基控制 左伦斯基反过来 在今天的乌克兰 大抓叛徒 内奸公贼 把刘少奇的轮回转世 我跟大家解释过 那些支持他正义的人 你欠了别人的账 你欠了乌克兰人民的账 没有任何人在谈 根本没有人在谈 左伦斯基 他竟然说 摩克多瓦 是摩克多瓦 还是北摩克多瓦 感谢他提供武器 因为不感谢阿富汗 提供武器 疯了 全是疯了 所以这是人疯了 那我刚才跟大家解释 就是这意思 那是政客没钱 奥巴马有多少钱 川普有多少钱 川普每天进账有多少钱 川普的企业自己就在进账 奥巴马 他得放一个屁挣一块钱 他不放屁挣不着钱 所以这是大家要看明白 小土豆 加拿大小土豆 他进账 每天进账的是工资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想 为什么恨川普呢 他每天进账 这厉害呀 说我每天进5000 每天进5万 每天进50万 天天进50万美金 什么样 说你那天摔一跟头 拿到了5000万 不咋地的 不咋地的 真的 你拿到了5000万 下一个跟头怎么摔 不知道 会摔死你的 是不是 他每天进50万 一百天进5000万 开玩笑 他没事干就在那 他自个人 他不用摔那跟头 大家救得了极 救不了穷 大家在生活上 要这么去看 所以我跟朋友说 你别请涛哥喝咖啡 你就帮着我看看 广告就得了 这是我们在 有关这个病毒问题上 跟大家解释现在这个局面 持续不下去了 那中国出爆出了这个 狼牙病毒呢 他说是动物传人 可能会致死的 但通篇的整个内容 这是苹果日报 台湾的苹果日报报的 但通篇整个内容呢 没有看过 没有看到太大的究竟 他大概的发生 是在北京 他是在北京和青岛 在北京和青岛 是中国的医师 这个人叫杜成哲 在Facebook上说 新病毒出现 那他 而他内容呢 是发表在世界上 最受推崇 影响指数最高的医疗期刊 叫NEJM 这医疗期刊现在都是假的 他是这么形容的 我觉得就是医疗期刊 都用形容词去形容了 是8月4号刊登的 所以他是北京 是学者发现的 他转贴了当时的消息 他说在山东和河南 新的可以传染人类的 动物病原体 叫做朗朗病毒 可能导致一死 他解释了动物 包括狗羊身上都有 他解释说 这是一种动物宿源的 那目前呢 他同属于叫利百病毒 不懂 这就很多专业了 利百病毒曾经在 孟加拉 加拿 印度都出现过 在印度 曾经医院里出现过 而且具有人传人的能力 那其他的 包括2018年 在印度出现过 死了十个人 他说 死者吃过在门前 捡到的水果 水果感染了 说被蝙蝠咬了 所以就出现问题 如果被蝙蝠咬 又是冠状病毒 他追踪了 一共出现九个人 现在无法下结论 是否能够 人传人 不知道 基本就这么想 所以我的体会就是说 在病毒界 就微生物界 病毒界 不管是病毒学家 疫苗学家 他们不希望病毒结束 这次挣钱挣得比较爽 所以他们 那病毒嘛 我们也没办法 但是呢 当我们讲述确认病毒的时候 我们真挣钱 这个有办法 网友 又是中国 又是痒的 祖国反串了 这又找背锅的了 艾米芯片做不出来 但病毒很擅长 又辱华了 又辱华了 要找WHO吧 自己取了个名 叫冰狼 狼牙叫狼牙 不要到时候又说辱华了 这狼牙武装 不是辱华了 人家革命了 感谢朋友的支持